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 黑卡D是如何成为传说的 暗区突围 黑幕行动PV分析 对到暗区最不一样的首领 你首先想到的是谁 没错,那就是黑卡 身为一个女人 她在暗区之中杀出来一条属于自己的血路 靠的究竟是什么 天然白白安又带大家看一看 黑卡D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凯拉身上有两张王牌 首当其冲的 就了黑卡D带领的深渊小队 早在黑卡D还在科伦服役的时候 凯拉就听说过黑卡D的大名 她不仅战斗技巧出众 更是凭借一股不要命的狠戒 温明于军中上下 无人能敌 身为黑金的代理人 凯拉很喜欢这位同校学妹 在她的身上 凯拉看到了那个曾经 离经叛道 一股行的自己 如果说暗区有一位首领 是一路从各种否定的声音中走出来的 那一定是黑卡D 家人不理解她说 你自己选路 可别后悔 教练嘲讽她说 就这点本事 劝你早点放弃吧 最有讥笑她说 哟 这枪也是你们用的吧 所有人都看不起她 可她偏偏最争气 她不屑跟那些人解释 也不屑于跟那些人争执 而选择用自己的成绩 和累累军功 让他们闭嘴 她的战斗经历让传奇贝斯王明和都觉得大胆荒唐 首领纳玛名为下弦乐的军刀 不知道沾满了多少敌人的鲜血 割断了多少叛燕神 她就是这样 永远只能往前走 永远不给自己留意撕腿 破釜沉舟 她终于走到了现在之一 所以在黑卡D推移以后 凯拉向黑卡D伸出了橄榄枝 邀请她加入黑金 奇怪在战场上惊险刺激的黑卡D 怎么会甘于平反 因为她选择了重回战场 这才有了现在凯拉手里 这张名为深渊小队的王牌 那怕是仅仅在农场露面 就要暗驱各方势力坐不住了 就是这样的黑卡D 让深渊小队这群人 心甘情愿地跟随她 相信她的能力 非有人的经历是一帆风顺的 在黑卡D的人生中 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失败经历 那就是与阿贾克斯的农场对峙 两人可谓是说势均力敌 但对于黑卡D这样的 以结果为重的人来说 这次失败还是让她耿耿欲坏 但是打心底里 黑卡D是佩服阿贾克斯的 在黑卡D心中 阿贾克斯是难得一见 又残能的长官 只可惜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有机会 黑卡D一定要亲手将她抹杀 但其实除了黑卡D带领深渊小队 凯拉还有另一支王牌 目前还处于保密阶段 黑金可真是越来越牛了 期待黑金接下来还有什么大动作 黑木行动 黑木一开始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架苏眉客务园会的人道 主义救援飞机 该飞机在正常离开卡摩纳 飞往柯伦 镜头一转 来到飞机的内部 这里箱子上写的 都有非常模糊的英文 单译过来就是 苏眉客务园会救援物资 而箱子里放着的 是理想国的实验药剂 所以柯伦应该是 打着人道主义救援的幌子 带着物资前往卡摩纳 然后将研究成果带出了 然后这架飞机又被炸了 这是谁干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以我们的船七被刺亡 明河的手 这个时候PV闪过几个画面 这里的信息都比较密集 我们一个一个画面说 这两个画面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黑金进攻雷诺依尔的片段 另一个人卡摩纳总部在接受采访 总结一下说的就是 马尔洛斯西部战写 在陷入僵局 由于明河的嫁祸 卡摩纳总统 称雷诺依尔贪物策划的 说起针对我国公民的喜 记不见 画面来了卡摩纳的边界 这里聚焦了大量的难民 想离开卡摩纳 这个画面的右上角 我们能清晰的看到 是有防护网阻止这些难民离开的 并且由军人在旁边驻守 这个场景算是做得很还原了 果真要是打起仗了 最无助的还是这里生活的平民 并且北方阵线表示 会密切关注南方阵线的行动 这里我们漏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虽然第一次南北战争结束以后 双方划定暗区休战 但实际上再次开打是迟早的事情 南北双方也从未停止过彼此的关注 而政府也表示 会建造更多难民营来安置难民 至于聚起会怎么实施 实施到什么地步情况 怕是不容乐观 并现实里聚起什么情况 我们大家几乎都知道 接下来的PVA更像国内PVA的续集 在雷诺耶尔成为记者洋溢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特维拉当局不得物站出来回应这件事 否认参与此次袭击 以及雷诺耶尔出手武器 飞机坠毁引发火灾 造成43人死亡 这篇报道被大肆传播 并且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篇报道的作者 是目前暗区突围中 唯一的记者凯拉 好家伙 一环扣一环 一时间群情激愤 人们纷纷高呼 雷诺耶尔就是一个杀人狂 并且雷诺耶尔被嫁祸这件事情 特维拉也是不知情的 这里有一段弗拉德伦抱怨 hold them will nose our friend will end up shut down the same way idious impotated turbulent 主委见得雷诺耶尔替罪羊事件 所造成的影响 远比我们想象看到的更大 在战争以外的 我们真的很难了解到 真正的真相 南方具有黑镜的动作 可以说一次比一次大 卡莫娜很难迎来真正的和平 二战也只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